白露变身为夏日写真系列中极其纯洁可爱的少女。 最近,备受喜爱的女演员和时尚偶像,白露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照片,完美地诠释了夏天的精髓。 穿着海蓝色连衣裙,白露化身成了青春的化身,吸引了粉丝和时尚爱好者的心。 她灿烂的微笑和优雅的风姿再次点燃了互联网,证明了她作为永恒美丽和引领潮流的地位。 这组照片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展示了白露在各种场景中的魅力。 从古雅的小巷到宁静的湖泊背景,白露的活力和迷人的存在时每一帧都充满了生机。 这个系列的亮点无疑是她的着装,选择一件天蓝色的凌染连衣裙,充分展现了她的优雅和清新风格。 这个选择不仅突出了她的精致面容和无瑕肤色,还反映了夏天清澈的蓝天,构成了色彩和个性的和谐融合。 白露的拍摄不仅是时尚和美丽的展示,她还是夏日欢乐和青春活力的叙事。 一张照片展示了她漫步在狭窄的小巷中,明亮的笑容照亮了鹅卵石小镜一种既具有感染力又鼓舞人心的幸福的视觉表现。 另一张迷人的照片呈现了她在阳光下晒太阳,体现了一个年轻女性拥抱夏日温暖的无忧无虑的精神。 这件连衣裙,以其轻盈的轮廓和鲜艳的色调,与白露纤细的身材相得一张,为她的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丝优雅和俏皮。 湖边的设置展示了一个宁静的时刻,白露以她甜美的微笑和优雅的姿势看起来绝对迷人。 水的宁静和自然环境为她光彩夺目的美貌提供了完美的背景。 这幅风景如画的场景不仅凸显了她的审美吸引力,还展示了她与大自然的联系能力,为她已经引人注目的个性增添了深度。 评论家和粉丝们一致赞扬白露的完美风格,以及她如何通过她的服装选择, 毫不费力地展现出夏日的本质。 尤其是天蓝色的连衣裙,被称赞为充满青春魅力和多功能性,成为这个季节的必备单品。 正是白露将简约与优雅相融合的独特能力,使她成为时尚偶像,使每张照片都成为她在时尚和美容,借不可否认的影响力的证明。 随着夏天的到来,白露最新的照片系列不仅是对这个季节的庆祝,更是对简单之美和活在当下的喜悦的一种提醒。 通过她迷人的形象和灿烂的微笑,白露邀请我们拥抱夏日的温暖和活力,鼓励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阳光和幸福时刻。 她的拍摄,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为那些希望在夏日冒险中增添一丝优雅和喜悦的人提供了灵感。 在白露的带领下,这个夏天承诺充满美丽,时尚和难忘的时刻。 好家伙! 财播四集就收视榜第一,观众好评如潮,这把王阳又稳赢了。 好人! 闪亮登场,立即夺得收视冠军,并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这在电视领域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该剧的成功可以归因于几个关键因素,包括紧凑的剧情,出色的演员表演以及让观众紧张不已的扣人心弦的节奏。 导演王阳在讲故事方面的高超技巧,以及他擅长编织引人入胜叙事的能力, 无疑在该剧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好人! 剧情的简洁性无疑是其最大的优势之一。 在观众被大量争夺他们注意力的内容,淹没的时代, 一部能够在不需要填充剧集的情况下传递引人入胜故事情节的剧集是一股清流。 每一集好人! 都很可能让观众渴望更多, 确保他们一直对故事情节保持投入直到最后。 此外,好人! 的演员阵容很可能对其成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团队可以提升即使是最出色的剧本, 给角色赋予生命,并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系。 王阳组建这样一个演员阵容的能力充分说明了他对才华的敏锐眼光和激发演员潜力的能力。 好人! 的节奏和扣人心弦的节奏也值得注意。 一部能够在整个播出期间保持紧张和引人入胜的剧集必定会让观众上瘾。 通过巧妙的平衡平静时刻和紧张刺激的场景, 该剧很可能成功地让观众紧张不已,迫切期待剧情的每一个转折。 王阳导演在好人! 中持续地成功证明了他在行业内的才华和影响力。 他持续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体验的能力, 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电影制作人的声誉。 然而,虽然好人,可能已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功, 但旅程并不会在此结束。 展望未来,王阳及其团队无疑将面临新的挑战, 因为他们努力保持动力并继续提供高质量的内容。 复制好人! 成功的压力无疑将严峻,但也是成长和创新的机会。 通过保持对他们创意愿景的忠诚, 并继续推动叙事边界, 王阳及其团队有可能在电视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深入探讨好家伙。 成功背后的秘密, 关键在于认识到与观众在更深层次上产生共鸣的主题元素和人物动态。 除了其表面吸引力外, 该系列很可能通过探索忠诚, 背叛和人性复杂性等普遍主题与观众产生共鸣。 好家伙! 中的角色很可能在其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个角色都为叙事的丰富多彩做出了贡献。 从道德模糊的主角到狡猾的反派, 该系列很可能呈现了观众既能够产生共鸣, 又能够为支加油助威的多样性人格。 此外, 系列中的角色发展很可能让观众在一段时间内情感上投入其中, 因为他们见证了自己喜爱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变化。 除了其娱乐价值外好家伙, 还可能对现实生活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作为对社会的一面镜子, 促使观众面对周围世界的不舒服的真相。 通过其发人申请的叙事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 该系列很可能揭示了腐败、贪婪和权力追求等问题, 邀请观众考虑这些主题如何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产生共鸣。 在今天快节奏和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好家伙, 的成功是对叙事持续吸引和激励观众的不朽力量的一种提醒。 在由流媒体平台和暗虚内容主导的时代, 该系列能够捕捉到观众集体想象力的能力, 表明了精心打造的叙事在深刻层面上产生共鸣的永恒吸引力。 展望未来好家伙的遗产很可能在其最后一集播出后持续存在。 其对流行文化的影响以及引发有意义的对话的能力, 证明了叙事塑造人心和思想的不朽力量。 随着观众继续寻找引人入胜和发人深省的内容好家伙, 所传达的经验教训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产生共鸣。 总之,好人!的成功证明了一只才华横溢的演员和制作团队在往杨导演的远见着实下的共同努力。 其紧凑的剧情、出色的表演和扣人心弦的节奏赢得了观众的心, 将其推上了收视排行榜的顶端。 然而,旅程并不会在此结束。 在继续探索娱乐行业不断变化的格局时, 王阳及其团队有机会在其成功的基础上构建, 并创造出更加引人入胜的艺术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